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然而 密波尔表示 有责任检查所有入境货物 并淘汰例如金枪鱼和蛋黄酱这类不需要的食品 当局指出 灾民最需要的是帐篷 防水布和毛毯被单 另外 美国出动六架军用飞机以及一百名美军 运送救援仪器和物资到偏远地区 尼泊尔进入灾后第九天 尽管救援的黄金时刻已经过去 但救援人员昨天仍然成功救出一名 受困废墟长达一个星期的101岁老人 他奇迹生还 让人雀跃 加德满毒临时医院也传出好消息 过去几天 有五名婴儿诞生 被陷入愁云残物的尼泊尔注入了一些生气 联合国估计 这次地震灾民多达800万人 至少200万灾民急需帐篷 食水和药物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 警方动用了催泪弹和眩晕弹 并逮捕几十名抗议者 至少20名警察在冲突当中受伤 好几千名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 星期天走上特拉维夫市街头 抗议警方的残暴和种族歧视 示威者封堵了一条主要高速公路 并在入夜之后同镇报警察发生冲突 这起罕见抗议冲突的导火线 源自一个星期前开始流传的一段视频录像 在录像当中 一个埃塞俄比亚裔士兵遭警察殴打 事发之后 两名警察已经因为 过度使用武力而被停职 在上个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 数万名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被送往以色列 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受到歧视 我们把视线拉回到本地 位于旧蔡挫岗路的国家射击中心出现淹水 而原本准备在来临东南亚运动会 给本地射击选手使用的至少两万发子弹 如今可能没有办法使用 新加坡步枪协会的枪械库 淹水情况严重 积水深达半米 据了解 这次淹水事件会发生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心内的排水出现问题 这个枪械库共储存约四万发 准备在冬运会使用的子弹 其中一半被水浸透 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 损失高达两万元 这些子弹主要是让本地的射击选手 在训练和比赛的时候使用 步枪协会表示 他们会确保事件不影响选手 在这次冬运会的夺标机会 协会今天会添购更多子弹 预计两三个星期之后 货就会倒 我们知道喂养鸽子是违法的 因为鸽子的粪病可能会传染病菌 不过呢 唯利喂养鸽子的个案 在过去三年还是逐年增加 去年比前年多出一倍 后港两座组屋近来更是出现了鸽患 农粮与兽鱼局已经要求 阿育尼后港榜鹅东市政会 维持区内的倾斜 控制鸽子的数量 记者吴良翔已经电邮市政会 不过目前还没有接到回复 他们一边吃一边排泄 留下斑斑奔振 最近飞到后港二道 两座足密室的野哥 每次多达近百只 可能有人喂鸽子这些等等 人家在楼上丢东西下来 给鸽子吃 就分别会不会有细菌那些 等下孩子如果跑过 他们飞过 随时大便下来 据了解有人喂养的鸽子 繁殖很快 鸽粪可能传染病菌 如果鸽子同其他病情接触 也可能把致命病菌传给人 如饮求军病 鹦鹉热和肠胃炎 农粮与兽医局答复本台 西文史说 当局4月15号接到投诉 只有人在后港二道 第709座组 卫养野哥 当局跟着派人到场监察 发现第709座 和第710座组的地上有坟墊 并从居民和清洁工人口中得知 一些居民从厨房窗口丢下食物 农粮区爆市 会取缔为例卫养野哥的人 也会同环境局 携手捉拿高楼抛物者 农粮与兽医局的数据显示 从2012年到2014年 因卫养野哥而皆发弹的民众 逐年倍增 去年更是比前年多了超过一倍 达到64人 而有关鸽子投诉也年年增加 去年有2400多起 比起前年多了将近两成 根据法令 未养鸽子是违法的 为例者可被罚款高达500元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小报道 英国王室增添新成员 英国著名地标上演 粉色灯光秀来庆祝 有报道指 小公主的出生可以创造10亿英镑的产值 稍后的纸上风云带你了解 欢迎各位到辰光第一线 我们马上进入纸上风云 看看各地报章有什么主要的新闻 在经过了65年的等待之后 英国王室终于又添了一位小公主 或许是见惯了英国王子的诞生 一位小公主的出世 让大家觉得特别的稀罕 伦敦塔桥 英国电信塔 特拉法加广场 还有伦敦演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伦敦地标呢 在得知了小公主降临的消息之后 都自觉地披上了粉色的外衣 就连小公主的曾祖母 伊丽莎白女王 也穿上了亮眼的粉色套裙 表示庆祝 英国皇家海军 则是在战舰上排出了 Sister姐妹的字样 向女王表示祝贺 英国航空公司的告示牌 和伦敦街头的德士们 也都不约而同地打出 It's a go 热情地向全世界 和来到伦敦的人宣传一下 这一次可是一个小公主 其实这一次 不只是英国民众 对于小公主的诞生感到高兴 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 我国总理李显龙 在内的各国政要 也纷纷送上了他们的祝贺 世界各国的民众和媒体 也难逃小公主的粉色漩涡 不只是欧美国家 很多亚洲国家的媒体 都是纷纷地报道 把英国王室又天小公主 作为头剑大师来报道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的天空塔 干脆就变成了粉红色 来庆祝小公主的到来 更加巧合的是 小公主的生日 和英国著名的足球明星 贝克汉姆的生日 正好是同一天 所以刚满40岁的贝克汉姆 就在Facebook上说 其实在5月2号出生 蛮不错的 而和小公主同一天 在英国出生的小宝宝们 这次一出生就可以收到礼物 我们来看英国明日邮报的报道 据了解 有2015名和小公主 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英国宝宝 可以拿到这枚幸运的纪念银币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则说 一套专门为了小公主诞生 而设计的精美纪念瓷器 也已经准备好 恭喜还王室的发烧友们收藏 其实这次小公主的出生 不只是简单的王室天丁 她还有很大的政治和惊奇意义 我们来看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小公主的出世意味着 她挤掉了自己的叔叔哈利王子 成为仅次于爷爷查尔斯王子 爸爸威廉王子 还有哥哥乔治王子的 第四位王位继承人 英国《每日电讯报》则探讨了 小公主的诞生对于即将到来的 英国大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和之前大家预测的不一样 小公主出世并没有让首相 卡梅伦执政的保守党 在民调当中取得领先 反倒是工党的得分 有上升的趋势 有分析家就开玩笑说 这是因为工党在英文中 称作Labor Party 和生孩子Labor的发音一样 而在经济方面 专家预计小公主可以为英国经济 创下高达10亿英镑的产值 而且女性王室成员更有利于 英国的贸易增长 怎么说呢 例如她们所用的衣服 日常用品等等 就经常被消费者抢购 因此小公主将比她的哥哥 乔治王子为英国创造更大的利益 不过一直到现在 我们还只能够小公主 小公主或者是王室宝宝 这样的称呼她 但是因为她还没有取名字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爱丽丝和夏特洛 现在是民众票选当中 最受欢迎的小公主的名字 其次是伊丽莎白 维多利亚和戴安娜 但是这个谜题 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够挤开 接着来关心邻国马来西亚的消息 刚过去的周末 恰逢我国的劳动节假期 和马来西亚的外赛节假期 所以往来两国的交通是异常的繁忙 不只是南北大道出现大塞车 鲜肉长的也是堵车非常严重 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东方日报的报道 尽管南北大道的管理公司 和往常一样推出了 建议的出行时间表 希望驾驶者可以避开塞车时段 但是却没有奏效 报道形容交通几乎瘫痪 塞车情况比起农历新年 和其他的假期还要严重 评论也认为 鲜肉长低每到了公共假期 都会出现交通拥堵的情况 但这次的状况似乎特别严重 不少从我国入境新山的民众 宁愿选择徒步越过长堤到关卡 主要的原因是 这次有不少在我国打工的马来西亚民众 选择在长假期的时候 回乡探亲或者是旅游 青州日报的报道则说 柔佛州政府就认为 新入长堤的交通量已经超过了负荷 因此呼吁新马两国领袖在这个星期的双边会谈上 能够尽快落实 去年四月由马来西亚首相纳吉提出的 游易桥也就是第三座大桥的计划 柔佛州当局认为 目前新马两国计划的新捷运系统 只涉及铁路不能够彻底解决 长堤堵车的问题 今明两天在本地举行的新马双边会谈 还将会谈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交通课题 新马高铁计划 我们来看看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的报道 这次的会谈上将会公布高铁新加坡站的位置 那三个可能的地点是 玉朗东 大市西和市中心 建成之后的新马高铁 将使得新加坡和吉隆坡的两地车程 缩短到90分钟 李显龙总理早前在马来西亚出席亚西安峰会时 也曾经谈到新马高铁的问题 他还幽默地表示 一旦高铁修成了 他以后甚至可以搭高铁到马来西亚去吃午餐 接着关注股市动态 美国股市上周五必是时上扬 英国股市收高 法国和德国股市因为劳动节休市 在本地股市方面 分析师认为 海峡时报指数 这个星期还是会在3500点上下波动 这个时候是最好卖的时候 多过50% 虽然有回弹一点 但是很多还是挺便宜的 但是要小心的就是 碳油 而且它借贷很多的话 这些公司你要避开它了 靠路面的 就是Shall Shilow Waters 这些公司 它的业绩会比较稳当 有些可能还会有增长 Holong这个公司 之前不是做这个海市的 但是几年前 它就开始做这个 天然去是有海市支持的 生意都是在前海这边的 而且它现在的这个股价 也是很便宜 所以如果你慢慢进场的话 慢慢地收购它的股票的话 那它的这个 这门生意做得好的话 它的前途是挺无量的 接着来看 亚洲股市开市之后的情况 马来西亚股市 因为公共假期而修饰 让熟练工人 更自由地流动于区域市场 是亚西安经济一体化的 其中一个目标 我国法律 怎么确保新加坡人优先呢 广告之后的《晨光聚焦》 我们一起去谈讨 欢迎回到《晨光第一线》 亚西安打算在今年底以前 成立亚西安经济共同体 也就是把亚西安十个国家 包括新加坡在内 当作是一个经济体 既然是一个经济体 那照理来说 这十个国家之间的 货物 服务 投资和人力资源 应该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但是其中可能最敏感 也最需要谨慎处理的 就是人力资源的流动 目前亚西安在商区 希望年底可以达成 熟练工人自由流动的目标 那今天的《晨光聚焦》 我们就要来探讨 这对于亚西安各国的员工 包括你和我在内 有什么样的影响 35岁的努务医生 担任亚医11年 除了在马来西亚 开设了自己的诊所 他也希望可以在 新加坡和印尼行医 不过目前作为一个外国人 要考取另外一个国家的 专业持照并不容易 努务医生希望 在亚西安的相互认可协定下 能有更大的灵活性 亚西安正在推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相互认可协定下 亚西安国家承认 某些领域的专业认证和资格 目前有八个行业 拥有相互认可协定 他们是医生 牙医 护士 建筑师 工程师 会计师 测量师和导游 不过这些领域 只代表亚西安总劳动人口的 1.5% 在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相互认可协定下 理论上来说 如果你是 比如说一名会计师 或者一名工程师 你可以自由地 到亚西安其他国家去工作 寻找更大的市场 同样的理论上 从比如说 越南或者缅甸的户士 也可以到新加坡来工作 但是专家认为 这当中有很多细节 是需要考虑的 包括亚西安十个国家的 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 而且差距很大 所以对于资格认证的要求 也不同 尤其医生这个行业 你知道 有一些医学院的资格 我们不一定承认 那么这包括会计也好 我们非常国际化 那么包括律师 我觉得这些领域 我们都有不同的标准 主要就是 要适应新加坡的需求 比如说护士也好 如果我们 用来自某一个国家的护士 那么他对病人的沟通 没有帮助 那对我们来说 尽管他的学历可能非常高 甚至工作的效率非常好 如果没有办法 跟我们的病人沟通 所以要看他们来自 什么国家的背景 另一方面 亚西安经济一体化 也给那些希望超越新加坡 这个小市场 放眼整个区域市场的 专业人士来说 带来了机会 新加坡的会计这个行业 我们的水平相当高 而且新加坡人在 会计这个行业的操作 也非常好 在新加坡以外是很热门的 包括在香港 或者是在东门的一些国家 也包括新加坡的医生 他的水平 在马来西亚非常受欢迎 还有新加坡律师的行业 甚至新加坡的建筑师 我觉得东门这么大 随着这个海丝头之路 如果能够开发起来 东门需要的专业人才 有时候这些国家他没有 那新加坡在东门的国家 的发展水平 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 所以新加坡的专业人士 可以给在发展中的 东门的国家 一种复补的作用 亚西安预计到了2050年 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一个整合的经济体 将加速结构改革 预料在2025年底之前 会创造1400万份工作 不过即使有了 亚西安经济一体化的协定 我们如果要到 另外一个国家工作 也还是得要看当地 个别的法律 比如在新加坡 因为考虑到 新加坡人就业的机会 我们就有一个叫做 Singaporean First 新加坡人优先的政策 任何要聘请外劳的公司 那不管这个职位 是蓝领还是白领 都必须把这个名额 刊登在 劳动力发展局的职业库 而且要刊登 至少两个星期 让新加坡人 有充分的机会去申请 这个新加坡人优先 并不是说把工作 留给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优先 就是让新加坡有能力的 让他有这个机会 能够受户主的考虑 新加坡做一个小国 任何的外来人才 不管蓝领或者是白领 他必须能够 跟新加坡的整个族群融合 也能够对我们的生产力 有帮助 外公部说 新加坡欢迎外来人才 不过我们也需要控制 外来劳工的人数 这是因为我国面积小 资源有限 随着新加坡的经济的开放 我们每一年制造出来的 就业机会的份额 都大大的超过 新加坡人能够胜任 比如说我们每一年 从过去的十年 制造大概十万的 工作就业机会 那么新加坡的事业率 目前百分之二 也就大概三万多 所以我们还有六万多的 这些空缺 必须由外来人才来填补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让新加坡人 尽量地有最好的机会 在他们自己的能力 可计之下 按护主考虑 过后我们才考虑 外来的工作人员 包括蓝领或者白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合情合理的 感谢您收看 晨光第一线 也欢迎您浏览 发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网站 channel8news.sg 还有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芝英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